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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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翔跟阿才的粉絲 那一個是弟弟 我是弟弟 比較帥的是哥哥 對 你們是雙胞胎 還是年紀有差 有有有 算很多 我知道你算很多 但是你差幾歲 大家好我是逸婷 我們小英總統的競選總部呢 已經開幕囉 今天我們也歡迎到兩位好朋友 來看我們小英總統的班 歡迎黃順兄弟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黃順兄弟 我是維維 我就知道我們也知道 總統的行程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們今天也配合 總統的行程來到四個新的地方 我們就去參觀競選總部 口先給我們主視覺 是一個向前的箭頭 然後用了粉紅色跟綠色兩個色調 都說小英總統的支持者 就是辣台派 所以我們使用了辣椒的主色調 但是我們把紅色改成一個 更明亮更活潑的粉紅色 綠色也是用一個 比較有精神的亮綠色 回頭看到這邊 這是我們的用好正機創造聲亮的一個小遊戲 這是分貝的意思嗎 會有魔法發生 你要不要試試看 魔法發生 好 那我想好了 大家記得回家投票 後面的東西開始啟動了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魔法發生 上面的氣球是為了台灣打氣之外 這個設施就是為了台灣站一下 不管對這麥克風說什麼話 後面的特效都會發生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台灣是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 不管你講什麼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你可以自由的說出來 我們現在有帶手機嗎 有 只要我們掃描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成為小英發言人 記得回家 投票 太提示了吧 馬上就出來了 沒錯沒錯 另外一邊 Instagram 聽說現在年輕人都不用Facebook 是真的嗎 還是有在用啦 還是有在用 我們都會提示的 你可以在Instagram上面PO你自己的照片 然後Hashtag 2020台灣要贏的話呢 你的照片就會出現在我們的互動牆喔 因為他一直換照片然後這樣子輪播 蠻有未來感的 對啊 但是大家都有一個相同的背景 為什麼 真的耶 他就在我們競選總部裡面喔 其實這個是一個拍貼機喔 要先選一個 還要先選相框 要選相框 對 有小英總統真人版也有可愛版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可愛版 好 那就選你的 好 3 2 可是我們覺得他自動柔膚的感覺 好像有 好像有一點的感覺 然後大概過個兩分鐘 就會出現在我們的互動牆 它會一直輪播我們的照片嗎 沒錯沒錯很科技吧 好害羞喔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 櫻粉吃米粉 是新竹風乾的米粉 它也有搭配一個花蓮來的辣椒 只要捐款1450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辣櫻粉製作 那其實這個空間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最重要的 對 就是這張桌子 最重要的是桌子 沒錯 你覺得它看起來是一張怎麼樣的桌子呢 很長很長的桌子 對很適合站在這邊寫東西對不對 寫東西 沒錯 我們就是要請大家來寫這個 捐款單 捐款支持我們小英總統 喔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電影院喔 我們再帶你們去我們的電影院 看電影 要收錢嗎 要拍票嗎 不用不用 我這邊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 但是你還是可以捐款 這是不衝突的 對 確實不衝突 在這邊呢 就會一直輪播我們小英總統 他拍的影片 我知道你們也拍了很多影片 其實小英總統也拍超多影片的喔 現在在播的這個 台菜與他們的產地 這個系列我有看 因為它就是介紹台灣的一些農產品 其實就像我那時候玩那個 總統府大冒險一樣 你有玩 其實這些影片呢 他都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活潑的 然後容易了解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總統到底平常都在做什麼 透過YouTube的大家比較不會陌生 對 因為我覺得不管男女老少 大家都要關心就是時事 周圍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從博一就要學習公民課 那我覺得這也是基本的義務 非常感謝疫情今天的導覽 然後覺得這邊真的是結了很多 新世代的社群元素 而且呢就會覺得增加了互動感 減少了跟政治的距離感 那說到互動 是 我們可以探總統的班 今天的重點來了 對 我請大家現在先起立 是 然後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然後順時針轉兩圈 你認真的嗎 沒錯 沒錯 好 開始囉 一圈 兩圈 總統 Manu 你們叫哥哥 你好 總統 你好 你好 總統 你好 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可以見到總統本人 然後很意外的還見到了三隻狗狗 今天就是有幾個問題 想要來替我們的觀眾們 還有我們一起來問 對 就是我們YouTube後面的數據顯示啊 就是我們觀眾集中在18到24 但其實我們從國一就會開始上公民課 所以想請問總統呢 覺得幾歲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比較適合 參與公共事務是一回事 但是關心公共事務又是一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我們年輕人越早 越關心公共事務是越好的 能夠早一點開始 多聽聽不同的聲音 然後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就是一種參與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對於新世代想參與公共事務的女性 總統有什麼建議 在一個我們這樣的進步的社會 其實男性女性所關切的事情 都差不多是一樣的事情 對我們身邊的事情的關懷 還有我們的國家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的民主生活的方式 能不能要去實體的去體驗 實體的去實踐 那同時也能夠尊重這個社會不同的 多元的意見 好 那我們的問題結束了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們啊 好 你們滿18歲沒 當然 可以去公共投票 我是首頭主委 那他換句話說 弟弟已經20歲了 對 所以哥哥已經超過20歲了 超過20歲 其實我每一次的投票都沒有缺席 就是不管人在哪裡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不能投票的時候 我還會哥哥帶我一起去 就是他會跟著我 他會跟著我說 流程大概是什麼 然後帶我一起出門這樣子 對 雖然那時候我還不能投票 聽起來是一個好哥哥 對 很嚴格 YouTube頻道跟拍攝影片 要跟兩位多多學習 很歡迎大家 一起來到我們競選總部玩玩 政治需要年輕化 民主也需要向下扎根 我們很開心這次請到我們的皇室兄弟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跟討論 那我也勤勉大家對公共事務 要持續保持關心了 謝謝大家 再見 再見 你在看什麼 馬路不可以 跟你一講話你就動 是 哎呀 你們都很懶惰啊 你又流口水流了滿地都是 歡迎訂閱分享已經開啟你的小鈴鐺 不管鈴鐺有沒有 不是我講 一起講 一起講 好 我們一起講 歡迎訂閱分享已經開啟你的小鈴鐺 不管鈴鐺有沒有想 有沒有 有沒有 歡迎訂閱分享開啟你的小鈴鐺 不管鈴鐺有沒有用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 IG 或是Facebook IG 追蹤喔 那還中立以及蔡總統 下次見 掰掰